这是操作许可证 SUB厂的103年给的这一张 它只给一页 那我们拿到的是很多页 所以它一页的这个排放许可就是8.16 那我们是拿到的16个8.16 那为什么16个8.16 他们拿出来一个 所以算一个呢 这个都很专业啦 主席 不只是这个 CF厂探线厂更多 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整个六七的许可证 真的有很多问题 而且我们要表达 我们不信任云林县政府 吃人怪兽官山勾结 我们已经不信任云林县政府 包括舒志芬县长 包括李静勇县长 我们不信任 所以官方的官方的你们的解释 我们已经不信任 我们现在至少还信任 但是我们要求要有公信单位 公正单位来处理这个事情 好 当然这个不是今天会议要处理的 真的真的 主席 台湾 台湾 台湾现在空污这么严重 六七的排放已经严重压缩 其他优良产业的扩张 扩张的申请 主席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六七已经压缩了 限缩了其他产业 优良产业的生产 设厂 难道还不处理吗 还不处理吗 后面有一个人前几天跟我说 六七是五百cc的车 现在只开一百cc 他们还要开到五千cc 他们说五千cc 我们还要放任他们这样吗 所以一定要先把许可证查清楚 好 谢谢主席 那个 我们还是 这个时间点还是 都有在民间团队的发言 那个严女士有没有要发言 好 来 请 那等一下 来